红色轿车驾驶,以为没车,准备要左转,但下一秒执行的机车骑士直接撞上 撞击力道相当大,不仅瞬间两人撞飞,甚至机车零件四散,轿车侧边也被撞凹 第一时间龙信机车骑士当场昏迷,紧急松衣后还是被宣告抢救无效 零星乘客尽管一时清楚,但是右脚大推骨折,受到重伤 起来早上在新北瑞芳台二丁县13公里出入口,发生这起死亡车祸 回到现场,其实可以看到是个大弯道,财新驾驶执行要转弯 但这个地方的路口没有任何好指灯,其实他得要先停灯礼让 只是弯道比较大,双方来车都容易被死脚挡住,疑似因为这样才酿起这起意外 其实警方也提到近来新北市地区有相当多类似的车祸事故 光是112年从1月到7月因转弯未让执行车意外发生1704件 造成4人死亡,2478人受伤 万骑车开车要转弯不仅要放慢速度,真的更要留意车浅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